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不是这小区的 那你们来干吗 工作 工作 鬼鬼祟祟的 这包里装的什么 又是那骗人的小广告吧 不是这小 这就是宣传单 宣传资料 你说得好听哦 就你们这些贴小广告的啊 把那传单塞得哪哪都是 你们之前把我们这小区 糟蹋到什么程度啊 合正我们刚这里好 你们又来了 是吧 走 不是 这不话题你们走走走 阿姨您别激动 我们不是贴小广告的 你你甭跟我说那个啊 你赶紧给我出去 阿姨 您误会了 我们是来推广网站的 网站 什么网站 就是一个帮助大家租房子的网站 阿姨您家有房子要出租吗 你们这要干吗呀 阿姨您租房子是不是也通过中介 是啊 那那中介是不是得收您 中介费和服务费 可不吗 那个到底是一个月的房租钱哪 是啊 我们这个网站呢 就是帮助房东跟房客 进行一个公平交易的平台 这样就是为了您省钱 你说咱老百姓过日子 这能省下钱不比什么都强 你看看 这个说得到在理啊 你说那一个月房钱得好几千呢 你要碰上租一年的那个呢 他搬走了 一会儿另一家搬进来了 你还得交中介费 你说这七八年下来也得好几万呢 可不是吗 我想一想我这都心疼 那要是不通过中介 那哪儿找那么合适的房客去啊 找着了 阿姨 您找着了 你看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北漂房客网 只要您回头把您家的房源信息 网上一登录 人家租房子自然会给您打电话 你们直接对接 自己签合同 我们不收一分中介费 对 一分都不收 你看看 了解一下 还得签合同啊 那那合同我也弄不清楚啊 阿姨不麻烦的 您在网上看到那个有范本 您照着那一填 一点都不难 对 那敢听好 那我问你们啊 那怎么才能把我们家 那房子的那个信息 放到你们那网站上 所以说我们来干嘛来了 我们就是怕像您这样的大妈 看不懂网络不了解网络 所以我们才一个小区一个小区 挨家挨户的去科普 去传授这个 这个知识 是吧 行了 大妈 您先看着啊 里面好多资料呢 然后我们先进去 先 先 先 那也不能进 谁知道你们说的是 真的是假的 不交那中介费 我就不信 天下 有那么掉馅饼的好事啊 您就相信我们吗 不 你赶紧走吧 我们找了多周正 你们找了走吧 小鱼 这好不是小鱼嘛 你灭绝实在 张老阿姨 您穿着这样我还有点 就不太适应 您搬这儿来了 搬这儿来了 你身体怎么样啊 还弄好吗 好多了 这么好了 我还能跳舞了 说说说 张姨啊 您认识这小伙子 哎呀 岂止是认识啊 这就是我常跟你们说起的 救命恩人 哦 要不是我那房子拆迁哪 我可舍不得让他走啊 呦 呦 呦喂 这不是大水冲了 我忘掉了吧 啊 哎 阿姨 哎 阿姨 你的事我们都听说了 哎呀 应该做的阿姨 应该做应该做 就冲你这人品啊 阿姨相信你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哎 小鱼啊 啊 你们今天是来干什么来了 上这儿 我们就是过来 推销我们的网站来了 对 什么网站呢 啊 他张阿姨 就是说啊 把咱们的房子的信息呢 放到他们那网站上 他们替咱们出租 就不经过那中介了 还不交中介费 那不是太好了 我们那舞蹈队啊 有好几个老姐们 正好要往外租房子呢 不找中介了 就找你们了 妥了 你就相信我阿姨 走 我现在就带你见见他们去 那我能进小区了 当然能 是吧 谢谢阿姨啊 快走吧 快走 好 后面这个美女 你又 是不是一个女朋友 哎呀我哪有那夫婿 也不知道周妍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他呀 对一个人打交道的事情 一点都不擅长 你放心吧 杨子在呢 就是不知道王洛宇 发传单是什么样的 他跟大宇在一块儿 你就不用担心了 也是 找房屋中介了解一下 哎 你说这个话 该不会吃醋了吧 我吃哪门子醋啊 他们俩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就只是朋友 当然了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王若鱼好像 和其他女生不太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比别人漂亮 比别人气质好呗 我是说 和她接触起来好像是 总是有一些抗拒 你也察觉到了 对 其实吧 又与她这里有点问题 今天多亏了张阿姨帮忙 给咱介绍那么多房东 还真没想到 你还是她的救命恩人 那是 这叫做好人有好报 现在知道我是那种人了吗 说你碰你还喘上了 谁 谁叫你之前 巨星朴测怀疑我呢 今天累了吧 累倒是不累 就是说了一天话有点渴 在这儿等着啊 买瓶水一下 闪开 闪开 他有心脏病啊 你胡说什么呢 是什么心脏病 我是说 他有那么一点心理障碍 这样啊 他之前是受过什么创伤吗 这我可不能告诉你 这都是我们若宇的隐私 我怎么能跟你说呢 那就是有了 你放心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复修过心理学 尤其是创伤治疗这一块 其实我在想 也许我们可以帮帮他呢 那我也不能跟你说 我答应过若宇 不能告诉任何人的 你放心 我也只是出于朋友的角度 想帮帮他 那行吧 其实吧 这件事 我也特别想要帮助若宇 若宇他 就是一直都有一个心结 什么心结 所以他拒绝恋爱 拒绝婚姻 也拒绝和一切异性 发生超越友谊的情感 这是为什么 这就说来话长了 反正啊 都是因为那个老男人 能不能别查一下我 我不想见到你 闪开 干吗呢 干吗呢 远点 远点 听着没有 林芳 有我呢 小天 怎么哪儿哪儿都有你啊 走走走 这儿没你的事 赶紧走 我警告你们啊 你离他远点 不让我对你们不客气 臭小子 我再给你说一遍啊 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 跟你没关系 拿着砖头很厉害是吧 我们这儿有仨人 砖头再硬 砸几个脑袋啊 我管你几个脑袋 谁第一个上我 直接让他躺下 小雨 报警 报警 小雨 赶紧报 我都要看看 警察来了 管不管我的家务事 我还女的家务事 你别在那儿 你不然还不想吃天鹅肉了呢 嘴巴还不甘不敬的了 你们俩 给我上 这些事 还要谁知道 除了我 也就只有你了 鲁宇没跟其他任何人说过 其实那个人 你也见过的 你还记得 你们刚开始工作那会儿 你第一次送鲁宇回家吗 是 他是谁啊 哦 一个问路的 走吧 是 是他呀 嗯 那 他们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这个瘟 你知道 臭小子 现在知道谁厉害了吧 啊 谁厉害 你不就仗人多吗你 如果是干跳 起来 都给我起来 这事跟他没关系 有什么话咱俩单说 好 单说 她说什么呀 小雨 你疯了吗你 啊 你这么年轻 你能不能不要自暴自弃 你要是有困难的话 你跟我说我帮你 你看看他这样 他对叔叔都当你爸了 什么叫快能当他爸了 我就是他爸爸 你是 你 你是说 王瑞宇的妈妈 是因为他爸爸才去世的 可以这么说吧 瑞宇那个时候也就只有五岁 听说 刚结婚那会儿 他爸对他妈可好了 周围人可羡慕他妈妈了 可是好景不长 结婚以后没多久啊 他爸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每天晚上 他爸都喝得鸣鼎大醉才回来 而且还耍酒疯 每天回着拉扫着脸干什么 啊 我真的不都想给你有什么功能啊 拉扫着脸 今天拉扫着个脸 快 他妈妈本来身子不就弱 每天要上班 还要照顾若宇 还要照顾他爸 时间一长 身体自然就吃不消了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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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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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 发现他妈妈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医生赶到的时候 人就已经不行了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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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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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妈妈去世以后 他爸 就把若宇寄养在亲戚家 然后一个人 到外地去做生意 这一走啊 就是十多年 期间对若宇也是不管不顾的 若宇自那以后 若宇 再没管过他叫爸爸 好危险的 若宇乖 若宇不顾好吗 爸爸会回来的 再再后来呢 他爸功成名就又回来找他了 但是若宇始终都不肯原谅他爸 小时候的事情 对他伤害太大了 他就一直都觉得 男人结婚前结婚后 甚至追到手和没追到手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 他才会担心 嫁给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于是不再相信爱情和婚姻 只和男生保持普通朋友的关系 其实 我都已经劝过他好多回了 但是他始终坚信 只要他再前进一步 就一定会受到伤害 他那层看紫禁一的外壳 都是因为小时候机缘篱下 为了保护自己 硬伪装出来的 这样 最近跟这小子走得挺近啊 我都看见他好几回了 人不错 就是笨点了 笨点也好 知道一心一意的同仁 就刚才的架势 真的是打算为你拼命啊 却没打算更进一步吗 如果你今天来是找我说这个的 对不起啊 让您失望了 我跟他就是普通朋友 我这辈子都不会结婚谈恋爱的 我知道你恨我 不愿意认我 我都没意见 不过也没有必要 因为我就耽误自己的青春是不是 我对不起你的妈妈 更对不起你 不过爸爸以前 努力地工作拼命地挣钱 也不是为了自己 都是为了你 还有我们这个家啊 没有妈妈 没有爸爸 哪儿来的家呀 你们还是 Watts 你知道吗 这么多点一堆 你比如说我 是找不到我的家啊 她seamos delle店 爸爸就盖子你们个女儿 你可不得给妈妈的一个机会 让我给你做一些补偿 我妈躺在地上的 妈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对不起啊 我之前还以为你被人家 我警告你 如果你要敢把今天的事说出去 我就揍死我 使劲揍我 怎么跟你爸在车里聊什么呢 不该问咱们别问 好嘞 刚才谢谢你啊 这有什么好谢的呀 我也没帮上什么忙 不过 我感觉你肯定跟家里发生了什么不开心的事 算了 你不愿意说就不说吧 那个 不过将来你有需要找清清者的话 你就找我 我是那个最好的选择 你就找我就行 我挺厉害的我跟你说过 廖 回来了 回来了 带云 你怎么算让你脏兮兮的 你俩干嘛去了 我 我 我 就摔了一下 对 那边修了舞台就摔了一点 对 今天成绩怎么样了 这又不是有老大在吗 你们还不放心 不仅原地的任务全部完成 还超过了百分之二十呢 帮帮你 你们呢 计划翻翻 怎么做到的 还不是有这个火宝在 你可以啊 你们呀 大爷 给我传授传授经验 告诉我怎么做的 还记得那个灭绝师太呢 边走我边跟你聊 快上 你 有什么不愧 随时给你打电话 如果家里有什么房子的话 你可以随时挂在上面 比这中间剩钱多了 小伙子电话 这中间是免中介费的 有事随时打着你们的电话啊 凭什么你们都是什么电脑大神 小帅哥写字楼之花 到我这儿就得大妈之友 凭什么呀 肥训了 肥训了 不能写 别有点 我鞭饱好看点啊 看没看 看到哪的 谁让你搞定老妈最多呢 对不对 所以说你现在是大妈心中的粮食医 多少大妈见你高兴难不得了啊 好多大爷都记得了 我揭发啊 杨新伟利用职务之变 让大爷给他介绍对象 没没没没 行了 行了 说个正事吧 这一个月的结果怎么样 卓妍 上数据 这个月咱们的注册量呢 比上个月增加了百分之九百七十九 相当于翻了近十倍 其中房东增加了二百七十三人 新存房源信息二百八十五条 房客一七二百零一人 大成协议一百三十三份 总的来说呢 发展涉头良好 网站运营基本平稳 目前上一阶段有效投诉 大家都听到了啊 通过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 网站出现成果 但是还会面临一些问题 好的 你再说吧 好 我们面临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房源太少 房源太少呢 就会导致租客也少 租客一少 房源又会少 这样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其次呢就是 用户的使用习惯还没有培养成 大多数用户上去就是为了租房 用完就走 所以没形成很强的粘性 从它的数据中就可以看出 总体来说呢 我们的主要问题就是 用户量太少 并且没有有效的互动 而且据我分析啊 这种情况可能还会 再持续一段时间 那这样看来 咱们的速度还是不够快啊 如果接着这样下去 咱们的用户流失量 很快就会高于新用户注册量 但是我们已经很努力了 对不对 主演 嗯 不能再这样急急下去了 咱们得想个办法 我们得好好想一想 这条办 喂 妈 你看这条办 男性用户量和女性用户量 你看这个区域 你一定是女性的 妈 喂 妈 臭小子 一个星期都不给家里来个电话 现在翅膀硬了 就可以不理爸爸了 妈 我这不最近忙着呢吗 少找借口 我就不信 连个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 说吧 那时候到底怎么办 什么事啊 当然是让你去相亲的事啊 别人家的孩子 一听说父母帮着介绍对象 恨不得立马就跑过去见一面 你可倒好 随随便愿就把我们打发了 这别人家的孩子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从老到大我就烦别人家的孩子 怎么哪儿都有他的事啊 再说了 人家不都说 孩子是自己家的好 媳妇是别人家的好 你还有脸提媳妇 当初泰真是怎么对你的 你可倒好 现在人家爸爸 已经成了副市长了 咱们怎么去跟人家攀交情啊 早就跟你说了 让你跟这些好孩子多接触 可你就是不听 我就问你 那相亲 你到底去还是不去 我不去 你 我真是跟你没法说了 老猴子 过来 你跟他说 不是 这跟我没关系啊 你是他爸 别废话 过来 儿子 爸 你说我妈这是干嘛呀 你妈 你妈说得对啊 我不是让你跟你说这些 放狠话活魂 往死里放 余鹏月 你给我听好了 这个女孩子 是你的妈妈 千辛万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托人介绍他 而且 他姑姑的外甥 还是市工商局的副局长 你要是不去 那就 那 那就别进这个家门了 进一次 打断你的腿 回来一次 打你一次 打到你听话为止 说话说话 你妈说了 她说话说话 听懂了吧 听懂我挂了 这就挂了 这是说完了 我觉得这已经够狠了吧 自己的嘴巴 换你了 你去到前面了 居宝宴 配好吃都不太容易了 你不进来 你去到前面了 你怎么那么多你都不太告诉我 你这个门了 皮鞋 小手变态的 你干什么去啊 还喷香水 干嘛去啊 相亲去啊 真相亲去啊 闭嘴 给我一块块钱 我倒没跟见你 周延 大哥快点下来 大雨相亲去 快点 快点过来看看 快点过来看看 放开我 相亲去 相亲 大雨 什么样的舞蹈 真的 相亲啊 还要相亲去 大雨 是真的 大雨 给大家说说啊 什么样的姑娘 什么什么样的姑娘 我这还没见着呢 讲得你还挺不乐意似的 你要不愿意去 我帮你去 我帮你鉴定 鉴定 但是这个吃喝玩乐的钱 你得给我报销了 回来我肯定给你出一个 三千字的报告 无论从外貌 性格 谈吐 气质 是否有狐臭 脚臭 遗传病 我通通给你调查一点儿调 然后满意的你再去看看怎么样 闲着你 这么八卦 有这功夫好好做梦下咱们项目 真是 大雨 加油 加油啊 老规矩啊 老规矩啊 咱开个柱 都先从你开始 这样那边 一般拉条 大雨 肯定可以 几下 我跟这一般 大哥呢 十八 一样那边 当然是大雨写美而归啊 小语 你呢 你呢 你好 请问是 中文庆小姐吗 余彭月是吧 是我 请坐 不好意思啊 秋董 没关系 你好 您好 请问二位喝点什么 来 女士优先 那我要一杯白开水就行 不用客气 我买的 那我要一个现磨的蓝胜咖啡 一个四季果盘 一个干果拼盘 一个黑森林蛋糕 再加一个华福瓶 对 要巧克力味的 不好意思啊 有点失态了 没事 那先生要点什么 我这个人口味比较清淡 给我来一杯白开水 谢谢 好的 请稍等 今天天气不错啊 今天天气还行吧 就是雾霾有点严重 特别伤皮肤 没有 我觉得 我觉得你皮肤挺好的 是吗 你也看出来了 那你看看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那是因为我用了一种产品 叫雷萨克斯的美容产品 它是专门针对这种雾霾天气 可以抵御外在的污染 对皮肤的侵害 尤其是东亚地区 这个物质里面 还有一种叫吹牛皮体的矿物质 特别适合亚洲人的肤质啊 对 吹牛皮 什么吹牛皮啊 是吹牛皮体 这个是一种由美国犹太科学家 斯伯瑞娜博士 研发出来的一种抗氧化物质 它可以针对皮肤 有个自我修复的功能 同时还能改善复制 然后让女人时刻保持青春美丽 听起来不错啊 这个产品 那个 这个 那个什么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不用 人家都跟我说过了 于彭月嘛 人如其名 出身草根 背景平凡 北漂一租没房没车 做一点小生意没什么存款 像你这样的男人 确实不适合找到好的女人 我哪样的男生啊 庄小姐 我好像 看起来没那么差吧 啊 那是你自己认为 我跟你讲 现在的女生 都特别现实 她们一见面上来就会问 你的房子多大面积啊 车是不是BBA啊 BBA 这你都不知道 奔驰宝马奥迪啊 如果遇到那种委婉点的啊 就会问 你们家车库多少钱啊 停车费多少钱一个月啊 这都不拿去 你看 一下就暴露了 没房没车的人 怎么可能去关注停车库 和停车费的事情 今天 你就是遇到我 换做是其他女生的话 早就找借口说自己有事情 开溜了 我得谢谢你啊 我帮我一下 来 好吃好吃 你也吃点 你来 我尝一口的妈 你这个大鱼怎么还不来啊 我们等他这么久了 别着急啊 这陌生男女第一次见面 要瞧对眼了 那姐得聊一阵了 那这么说的话 待遇这次可能会成哦 不知道 一会儿问问他 你 就 不关心你未来 男朋友的经济条件 你不是不关心 是我有信心 能够帮他扭转快 你知道吗 每一个遇到我的人 他的人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贫穷的变得富贵 自卑的变得自信 含蓄的变得张扬 郁郁的变得开朗 你们这搞传教的时候搞投资 我先声明啊 我这个人可从不如什么邪教 什么邪教呀 这是一个人生非常为之努力奋斗的事业 你听说过美国立岩吗 我们就是要打造中国的立岩 把我们的产品 雷萨克斯推向全世界 真好 不过咱俩是不是 来相亲的 对 你是来相亲的 不过你想想 你一个一无所有的青年 你靠那点收入 能获得你胜青来吗 能配得上我吗 不过不要紧 我会给每一个我所欣赏的人 一个机会 一个翻天覆地 推翻救我 绝处重生的机会 机会我已经给你了啊 能不能把握 就看你的悟性呢 抽烟吗 不抽 喝酒吗 偶尔啊 打牌嘛 带自己的那种 不得 那你家有电脑吗 有 这就得了 你与其花钱买电脑 把时间浪费在上网上 你不如把这笔钱拿出来 做一份事业 给自己一个新生的机会 只要两千九百九十九 就可以买套 我们雷萨克斯的 这个产品的套盒 然后 就可以加入我们大家庭 共同创造我们 自己的事业 今天 我把产品都给你带来了 好 这都几点了 别等它了 咱们先吃吧 再等会儿吧 都等这么长 家里也不差人一会儿 再等会儿 这个 是七百二十度 保湿深层磨砂解灭乳 这款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 富含吹牛配力体这几款 你有没有听我在说啊 你有没有在听啊 有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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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 这个套盒 原价三千九百九十九 今天 两千九百九十九 看在介绍人的份上 你就拿走 你说 你的人生遇到我 是不是一次重大的转折 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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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小姐 你说我买这么一套的话 他们给你多少钱提什么 什么提成了 多难提呢 那叫事业推广费 我看咱俩也挺有缘分的 我就给你多念叨几句 每卖出一个套盒 你就发展了一个客户 你每发展三个客户 你的级别就会向上升一级 你的客户 如果再向下发展三个客户 你的级别又会向上升一级 然后每一个级别 他拿的事业推广费都不一样 最低呢是百分之六 最高百分之十八呢 这么多呀 那看您这架势人 怎么着背得是个皇冠经理 懂行啊 不过我现在就是翡翠经理 不过没有关系 只要你的加入 我就有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成为钻石经理中的一员 怎么样 现金还是刷卡 支付宝也可以的 然后我这不太支持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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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小姐 如果咱们俩是来相亲的 就别提什么雷萨克斯 吹牛贝勒之类的 如果你是拉人头搞下线的 那我奉劝你咱俩还是别聊了 我还有事呢 跟我哥们吃饭啊 咱们俩改天再出 是我没发现啊 我本来觉得你这人还不错 挺符合我的演员的啊 这深入一了解 才发现你竟然是这样的一种人 思想固化迂腐 不肯接受新鲜事物 也没有理财技巧和商业头脑 更没有做出一番大事业的壮志雄心 你这样的人 就不配拥有我这样的女朋友 注定做一辈子的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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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庄小姐的虚心执教 我一定痛改前非 努力研究您这种 全世界最前沿的商业模式 还有超前科技 好好学习 你们的吹牛技术 绝对不给祖国人民拖后头 为了表达我能够接受你这种 全新的事物 商业模式和理财技巧 我决定呢 用这种 国际上最流行的结账方式 A一致 谁点的 谁没的 我 告辞 不是 你说你请客的呀 你 你 你这么多 多贵呀 来 我给你们讲个段子 要说这相亲啊 还真不一定是两个陌生男女 就拿我来说吧 我第一次相亲 是我爸带着我去的 当时那场面 那叫一个尴尬 你们猜我这相亲对象是谁 谁啊 谁啊 是我小学的一个女同学 杨子 小学你就早点 你就忒早了吧你 我早熟不行啊 当时那场面那叫一个尴尬啊 这女孩带着他爸去的 我这一眼就认出他爸来了 当时啊 我也不好意思说话呀 他爸跟我说话我就说话 他给我加菜我就吃 他冲我笑我就嘿嘿嘿的笑 他爸当时就觉得 嗯 这小伙子不错 稳重 不爱说话 我当时心想了 叔啊 不是当初你拿着调的鸽子 追的我满操场跑的鸽了 还信誓旦旦地说啊 就算全天下的男人都灭绝了 我也不会让我女儿跟你谈恋爱的 现在怎么着 乖乖地把女儿给我送回来了 乖乖地把谁送回来了 呦 大鱼 你可回来了啊 快说说怎么样了 快说说怎么样了 快跟我说说啊 长得漂亮我打几号 我打几号 快说说说 怎么样 快说说 哪有那么多高分美女啊 你们照着镜看看你这八卦是样子啊 让你们失望了 崩了 怎么怎么会谈崩了呢 我跟你说啊 那女的就是一个被传销洗脑的偏执女青年 非逼着我买什么价值两千九百九十九的 叫什么蕴含了 吹牛皮雷特的什么元素的护肤套餐 你知道那东西吗 是不是那个Sabrilla博士研究那个吹牛皮雷特的精华 哎 就那东西 你怎么知道啊 杨子 你认识那姑娘啊 我怎么能认识这样的姑娘呢 是我大爷 他当时被别人忽悠买过那么一套 还送了好多什么红皮绿皮小紫皮的 天天就说我要创业了我要上市了 以后我要纳斯达克了 啊 就跟神经病似的 哎 那女的跟她一模一样 一副不把我拉下水誓不罢休的样子 那后来呢 哪还有后来 我这不就坐在这儿了吗 我再坐在那儿非被那女的吃破产了不行 真没劲你 丁菜 就是 你觉得有劲 愿赌服输啊 回去把该叫的给我叫出来 不过话说回来 我这一路上在想啊 这女的说的话不无道理 还真让我看到丽丝希望 你不是吧 大宇 你不会真的被那个女的给洗脑了 想把我们几个都发展成你的下线吧 我是那种能轻易被别人洗脑的人吗 我 我只是受她的启发 突然间想到一个宣传咱们公司的好方法 你洗脑了 对啊 先订菜 然后再说 莫言 让我们见到 你死的 你死的 我好 我好 你死的 我好 我好 你死的 我好 你知道什么 你死的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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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既然大家都觉得没问题的话 那咱们赶紧行动起来 趁热打铁 来他个遍地开花